中国外交报几日前 发布了提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所作所谓及真实面目的重榜报告 这份6,000多字的报告深入揭露了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运作模式 清晰梳理了这个臭名超注的基金会 在全球各地的所作所为 尤其是近年如何变本加厉 继续实施渗透颠覆破坏活动 事实上两年多前 外交部也曾经发布了 近晚自报告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 首次列举NED的斑斑劣迹 印象之中 外交部对一个外国非政府组织这么穷追猛打 绝对是前所未有 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两个字 卑鄙 NED伎俑之一 就是投入黑金 培植当地反政府势力 两年多前 外交部在那份事实清单里面 已经明确指出 在2019年反修例风波之中 NED从幕后走向台前搞局 包括在2019年5月 李柱明、罗冠聪、李卓人等乱港分子 宣访美国 参加由NED举办研讨会 公开黑球美国干预香港 另外 民间人权阵线、香港众志、香港职公民等表现 乐力的组织 都获得NED的资助 类近的手法 亦都在欧洲塞尔维亚里面见到 众所周知 美国政客 极不喜欢 母舍旗的政府 外交部在新一份报告里面提到 去年5月 塞尔维亚 连续发生两宗枪击事件后 NED扶持的人权组织 就和亲美反对派组织 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 要求母舍旗政府下台 NED更加扶持塞尔维亚非政府组织 配合美国媒体编造涉华假消息 污蔑炒作所谓中国在塞尔维亚项目 出现环保、劳工和腐败等问题 显移意见 NED就藉着这个机会 抹黑中国 兼顺手破坏中赛友谊 试图一石二了 大家说是否卑鄙致极呢 美国大选举行在绩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贺锦丽 赢得最后胜利 我们都必须认清 中美博弈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大背景板 两国围绕霸权与反霸权的激烈斗争 也都难以告一段落 也都即是说 号称美国第二中情局的NED 绝不会关门大吉 只会继续在全球投期报纸 压制打压中国 面对这个国安风险 我们实在有必要 进一步揭露NED的阴谋 让大家识破捕穿它的真面目 防范NED的进一步干扰破坏